大家好 又是我Coach灰 今天很久都沒有拍過灰叉鞋 因為剛剛香港飄馬 傳了一對新款的籃球鞋給我 就是這一對Clyde Hartwood 這對現在是飄馬 再出籃球球球賽的時候的第三對籃球鞋 這次很開心的一對鞋十八日見街 今天十六日已經送到我手了 剛剛拿回來的 大家先看看 現在是飄馬 That's plain and simple I'll bring on out your holy spirit If I bless the temple I slow it down, speed it up Yeah, I switch the tempo Just make sure when you bust it back You pop it like a pimple I know that's nasty Ooh, you know I like it Ooh, you so enticing Ooh, I'm so excited Your bitches look the bestest Ooh, I wanna bite it I can see it in your eyes Don't deny it, I know you like it I know you need that And I'll supply it Got that exclusive And you should try it The aura that I'm feeling chilling It does something to me I'm shooting half-crested 好,第三對籃球鞋 都是用Klyde去做這個名字 當年是飄馬有一個傳奇球星 New York Knicks的Watt Fraser 他那時候穿的那雙鞋 都是叫Klyde 他圓回這個名字 Klyde就出了第二個Klyde的系列 Hardwood 之前就是Klyde Kort 第三對籃球鞋 跟上兩對有什麼不同呢 我之前很喜歡Rora 我覺得他是上年紀的恩物 因為他的保護性能很強 你說其實他的保護性能是不是很強 相對的 我覺得是 現在的籃球鞋的物料 相對比起以前的籃球鞋 的確是輕了 科技物料 做了很多科研 但是穿上腳之後 就是比用戶的體驗最直接的 比我最直接的一件事就是我覺得 保護性、銀性方面 真的沒有以前我們籃球鞋那麼好的 他現在為何我這麼喜歡 Piloma的籃球鞋 第一對是Klyde Kort 因為顏色真的很銳利 我自己很想試 那對說真的 如果相比起Up Roller 我覺得 都跟Up Roller有兩對很遠的距離 所以你都看到 除了Danny Green 在哪裏可以保持穿Klyde Kort 可以打完Final 有冠軍之外 其實你見到沒有其他人 會再穿Klyde Kort 但是 現在出到第三代 這對都是用Klyde去命名的 其實鞋型跟Klyde都很相似 但是這次不同 他前面都是一些針織料 污粉織料 後面他原本用皮 就是我們以前打籃球的皮 我很喜歡Piloma 他用皮的保護性能 和整對鞋的硬性會很強 你想想現在我們的籃球動作 比起以前更加多的急停 更加多的加速 去突破別人的時候 你想想哪有可能對鞋 是會反過來用沒有那麼硬性的物料呢 這雙鞋其實是看照片的時候 我覺得他挺低筒的 我覺得他這雙我初時 在未拿到之前 我初時是想這雙鞋 可能是給年青的背著 因為我經常覺得 uprolar可能是老一點的球員 為什麼呢 因為他比較重 我想這雙會比較輕 誰知道拿上手的時候 他其實跟uprolar都接近 整對鞋非常簡約 因為他是有復刻的設計 所以他這雙鞋是簡約的感覺 我已經很久沒穿過白色鞋 雖然白色並不是我杯茶 但是白色是代表年青的 因為我年青就穿白色 老了真的穿不到白色 前兩代 就是clincock和uprolar 他都是用hybrid的 一個NRGY 那個避震技術的 避震火粒 這次他用了一隻新的 叫proform proform的中底 暫時未有很詳盡的資料 說proform是怎樣做的 但是他改了名叫proform 這次給我就這樣拿上手的印象 第一 實正 是實正 整對鞋都實正 整對鞋也有很多細節 例如一個鞋帶系統 他會在下面做了一些膠底 令鞋帶沒有那麼容易走位 我相信我未穿 我相信也會加強穩定性 因為污粉鞋底 因為之前 其實他在污粉的時候 就是clincock用污粉織的 鞋帶系統也有設計過 令你對鞋的鞋帶會更加穩定 令整對鞋都穩定 所以之前 clincock那雙鞋是整對污粉織 但是那個穩定性幾好 因為他本身包的腳跟很好 這雙鞋現在來說 我覺得印象最深的 是他的底 你可以看到他的底 做了很多個紋 有大格 我們腳尖不會用那麼多 敏捷性的東西 我們通常用來披停 大格 中底的一個階磚 然後我們法力位 他有幾個紋 包括他的腳尖也會有不同紋 而且他的紋也不是同一個方向 是有弧形的 變相是甚麼呢 你披停的效果應該會更加好 內側這邊就是大的位置 可能給你轉身 以及一些壓停的動作 這裡會插底的時候用的 整對鞋的鞋底 我覺得很漂亮 我剛剛按過了 鞋底的膠 相對不算柔軟 但是能動到的 某程度上來說 他的鞋是黏的 應該都是挺黏的 我看他的紋是挺黏的 因為都能動得到 我只用手指捏他都能動得到 當然大的坑紋是硬的 但是腳尖是黏的 因為那個膠是挺絕的 我相信這雙鞋 在靈活性方面 我相信不差 我現在試試穿上腳 穿上腳 那雙鞋的掌型 今次並沒有uprolar那麼闊 因為之前uprolar 周型腳的人 他會覺得有點鬆 這雙鞋相對於我 因為我本身是闊掌型 我覺得我腳尖尾有少許迫 因為今次這雙鞋 並不是是闊掌型 他會比較慢用型 一穿上腳 第一個感覺就是 其實他會比Kline Kline Cod 他會更加包腳 和更加實正 其實穿上去的感覺 相類似 但是Proform的底 我看比Kline更加柔軟 因為Kline的腳 他本身我覺得真的挺硬 現在這個相對比較柔軟 前面是污粉 所以摺的時候 向前走摺的時候 其實就沒有uprolar 那麼硬腳 因為他柔軟了 但是我未試急停 同樣 當我急停的時候 就要看那雙鞋 一急停的時候 就看看腳面的物料 能否扯動 但是現在 我在這裡做不到 或者我明天去籃球場 我會再試 鞋型和款式 我覺得挺漂亮 尤其大家看這雙鞋 第一次看Markus Mark 打美國隊的時候 穿那雙藍紅色 那雙藍紅色 那雙藍紅色 真是漂亮 我真是很想買那雙美國隊 裝飾 其實這雙鞋 現在真心說幾舒服 如果真的要我拿鞋 來比喻的感覺 我覺得他有點像 實正版的Harden 包腳不錯 他會硬一點 重量重一點 因為Harden我覺得太柔弱 Harden我穿不到一個月 我沒有了一雙鞋 因為踩爆了他的BOOST 現在這一隊 我就這樣試上去 你說他會不會好像 like react 或者好像其他鞋 很軟 他並不是 但是你感覺到他 都是很厚實 有鼻震 有很多人覺得 穿鞋要輕 因為這樣會靈活 我以前小時候 打球二十多歲 我都覺得輕是很重要的 對鞋輕 腳很靈活 好像很快 其實另外一件事 就是對鞋很輕的時候 相對你的保護能力一定會差 其實打完球的時候 你會發覺很多地方 你會腳痛 腳腕會痛 腳指尾的筋會好痛 腳底會好痛 這些就是對鞋太過地輕 簡單點說 輕不過赤腳 待會看看 我真的下場試一下對鞋 今天試一下對鞋 白色鞋 沒有白色三襯 待會試幾個動作 起步 急停 試一下對鞋的穩定性 試一下對鞋的穩定性 整對鞋的感覺很輕 幾下連續的轉向 都沒有掉的感覺 剛剛剛剛聽說 他比Abbola 腳腕的保護 是差一點點 他比較兇一點點 而且 他本身的掌型 是比較周型的腳 Abbola 他比較適合我 是因為 他闊掌型 但是這雙鞋 那個敏捷性 而且 而且比Apola的重量轻了,敏捷了 敏捷了,让人比较去 很明显的感觉是轻了 而去的感觉,跳的感觉都純强 而且这下,他都硬朗的 感觉在转向方向,他这个感觉都是硬朗 就不会像我不喜欢like,但很飞出去的 还是没有飞出去的 我觉得现在这队的敏捷性是挺好的 再试一个,speed move 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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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它沒有阿波羅那麼寬闊的防礙板 但它現在也做得很漂亮 我覺得做得很漂亮 而且我感覺到腳趾弓也有避震 有點沒有 這雙腳趾弓也有避震 我們稍後就試試它鬥科會怎樣 我稍後會試試打一場球 試試對鞋子行不行 我也很期待它待會比賽的效率 inta- d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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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這球是拽展的角度 好 有時攻擊 試完之後 先講幾個優點 第一 它的Proform明顯比Upbola的NRGY的避震 是會更加柔軟和舒適感更強 感覺是再厚實一點 再包你的腳掌再多一點 因為有時候Hybrid 即是以前那隻NRGY的避震 其實有時候會覺得它硬的 所以反應快 但這一對它那種舒適感 再強一點 其實這對鞋子是頗舒服的 始終是跟Upbola的比較 腳腕位置的確會比較空虛 但是它的腳底 因為後肘包得緊的關係 所以其實又不會說它會很容易咬柴 因為它其實 雖然它的妨礙法不是做得很出 但這對鞋子的靈活性挺強的 我剛剛就這樣走下去 因為那對鞋子是輕了 和靈活了的關係 重心呢 它是都中間的 都中間 但是它向前的力量是強的 因為它本身鞋底的紋是做得很漂亮 而且鞋底的膠是柔軟的 所以在體育館那裡 其實相當黏地 相當黏地 很去的 一旦就去 那 同樣 如果你穿這對鞋子打街場 可能會沒那麼耐 這對鞋子始終如果是室內場的話 我覺得它是一對很舒適的輕型鞋 但是它有保護性呢 是會比一般可能 Hardon 會比Kairi那些 會再保護一點 因為底真的厚 很舒服 因為這對鞋本身是 飄馬送給我的 我想 我問過他們 如果它不收回鞋子的話 那我就會把這對鞋呢 會拿出來送給大家的 那到時 放這條片 我們出了街之後 那你在Facebook裡面 這條片的下面 你留言我要的話 到時我們呢 就再公平公正地抽出哪位 要這對鞋 不過 我不小心 弄髒了一點點的 OK 如果大家想要的話 那就留言我要了 這對鞋我會自己再買 因為我覺得呢 這對鞋真的舒服 還有很靈活 這對鞋是正的 如果你是二十中美 二十中美的球員 這對鞋是很適合你的 因為Abbola相對呢 保護性強 但是沒有那麼靈活 這對鞋會再適合你多點 這對Klyhart Wood 如果大家要就抽了 我是US11號鞋 只有一對 只有一對 白色的 我自己想買dream team Marcus Maap那對 我最想要的對 好 今天分享完 MING PAO CANADA!